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在五花山省府布置下榻河办公的地方 别忘了 一定要多派人把守 是 在委员长办公的地方 一定要挂一块颠川交界的军事地图 还有 你把这本雍安文续编 放在委员长下榻的地方 雍安文续编 龙主席 这是一部什么书啊 这是一本技术十大开兵败大渡河的史实 我想委员长现在一定非常渴望 读到这本书啊 龙主席高见 这本书是您有什么事 本书有什么事 是 调起 爹 他 他 他 问他 他是 我撤了他的职 罢了他的官 是龙云哪 坐 你好 委员长 您不顾旅途的劳累日理万机 真是 我国民有您这样的领袖 真是大幸啊 都是为了党国嘛 彼此彼此 来 坐 用安文续编 据这里面的记载 当初你们一族人帮着清王朝 消灭了太平天国的巨寇石打开 我在想啊 你是遗族的政治家 军事家 也能够帮着党国完成歼灭共军的一番事业吗 我虽是遗族人 可是管不了四川遗族的事啊 希望委员长下令川康边界的刘文辉军长 施与当地的遗族同心协力 学做当年的落兵章 那是自然 就算是自然的 方法 军事 军事举功不克 现在金沙江以南 可全战网着老兄你了 啊 尽防朱毛再毁是颠终 记住 不能再让他们从鼻子底下溜走了 委员长 我保证 若朱德毛泽东再次入巅 定叫他有来无回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告辞了 刘布 这本书我是看过了 写得非常好 那我就告辞了 委员长请留步 好 这副工程又没奏效 老鹏 你看怎么办呢 中阁级委员下达了命令 明确指示我们 第三军团及干部团继续攻打惠里 如果强攻不成 应既加紧坑道作业 准备十二个工程 准备十二个工程 会里的战略地位不十分重要 并非兵家必争之地 并非兵家必争之地 我军只是路过 花这么大的代价值得吗 喂 我是彭德怀 请讲 我是林彪 老鹏啊 现在的指挥不行了 你出来指挥吧 再这样下去 我们就得失败 我们服从你的领导 你下命令 我们跟你走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老鹏啊 这事情不是明摆知道吗 四都涉水以来 我们走的净是功倍路 应该走攻险走捷径 这样下去部队会给拖垮的 老鹏啊 你说这样的领导 怎么能够指挥打仗呢 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见 你们先出去 你们先出去 是 林彪 你这是错误的 你怎么可以指定任命总司令呢 我这是从战略前局考虑 现在的指挥不行嘛 我觉得 有彭德怀同志指挥会好一点 军队是党的 不是某一个人的 如果你擅自调动部队 我将行使政治员的最后否决权 你放心 我是绝不会干这种事的 可是作为一个党的军事干部 向上提反映我的意见都可以吧 如果你同意 我希望以我们两个的名字签发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好 我不勉强你 那就以我一个人的名字签发 刘徽全力固守惠里西昌 并在大斗河北岸赶住堡垒 严防共匪北窜 那惠里会不会实现呢 据刘延堂介绍 他们守城打得非常艰苦 但是绝不让共匪得手 好好好 你草逆一份电令 是 晋升刘延堂为中将 赏奖金一万元 我建议把尾座的奖赏 立刻印成传单 明天派专机向会里空投 好 这个注意很好 要调动一切宣传工具 让军民都知道 大斗河 当年是石大开的覆灭之地 现在 共产党已经进入了遗憾杂处之地 必不覆辙 毛泽东 我要让他成为石大开第二共军吗 那就是当年流窜的太平军 委员长 委员长 报告尾座 我已电令周昏远 吴奇卫两个纵队 向金沙江渡过 向惠里方向前进 好 薛悦啊 从现在起 你要注意 你和杨森将军 还有刘文辉将军合作 记着 是 一定要团结 只有团结 怎么才能完成剿匪的大计啊 是 委员长 我根据伟座的指示 已经命令孙渡所部 在金沙江两岸建筑碉堡 以防共匪再度南窜巅前 我对你很放心 一切由你负责 请 老总 老总 何来啊 林彪这个娃娃 要我们下台啊 我这也有一封 洛福同志转来的电报 虽然没有让我们下台 但是也指出了 这几个月来 我们在军事指挥方面的缺点 他们指的这些缺点 恰恰是遵义会议以来 我们取得的成绩 这两件事啊 都涉及彭德怀 可是偏偏没有他的签名 而且呢 都是写给 副总泽的洛福同志的 那你们看 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这是关系到军事路线 是否正确的大事啊 自然也就关系到下一步怎么办 我建议 应该在会里召开会议 明辨是非 我赞同 可是老蒋 让我们在会里 能待多长时间呢 简单明了地说吧 珠毛舟不行了 指挥部队啊 只走功倍不走功悬 得不偿失啊 要改变领导 给个面子吧 美其名曰 随军主持大计 由彭德怀来出任前帝总指挥 信是林彪写的啊 可他还是个娃娃嘛 来信的核心是 要撤款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权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在遵义会议之前 红军是个什么样子 而在遵义会议之后呢 红军又是个什么样子 啊 在敌人围追堵截的危机情况下 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 四度赤水 两战遵义 甩掉了敌人 顺利地实现了 北渡金沙江的重大胜利 这都说明了毛泽东同志指挥艺术的高明嘛 所以啊 我个人认为 林彪同志的这封来信 既不符合遵义会议的决议 也不符合实际 打仗吧 为了胜利 哪有不多跑路的 只有当年的李德顾问 才拒绝跑路 提出了 遇敌与国门之外的 一整套错误主张 结果呢 我们从江西跑到了四川 近九万红军 我们呢 只剩下两万 因此 指责 走冤枉路 是错误的 提出更换毛泽东同志 那是更不允许的 自尾座离开荣城之后 我已调集川军精锐 围剿活动在川陕地区的 张国涛徐向前所步 目前 徐区区一向川西活动 目的嘛 是很清楚的 那就是和叶已渡过金沙江 并进入川西的珠毛贡匪何谷 这一来 四川就完全处于两大共匪的夹击之中 老同学 你一个肩膀 能担得起这两大共匪吗 我哪有这个实力 那刘司令的意思 请老同学 迭殿委员长迅速派中央军入川 彻底消灭 已经进入四川的两大共匪 我一定尽力 我一定尽力 是 明白 好 我一定转告委员长 刘备当年入川的时候 损兵折将 如今委员长突川 刘湘是一个电报 接着一个电报的企围 英明 委员长真是英明啊 其实啊 早在去年十月 委员长就已经提出了掌握西南珠省的构想 拿掉王家列 刘湘请中央军入川 这都是委员长安排好的 这可是共军帮的忙啊 你们说 毛泽东还会不会返回湖南了 不可能 这么说 是到了该把河剑调离湖南的时候了 委员长 龙云怎么办 欲速则不达呀 云南还得由龙云来管呢 委员长 刘湘来电 念 他希望第四路军总指挥杨森 率部移赴大渡河布防 以我的命意给杨森发电 命他在大渡河严价布防 到川康与刘文辉联手 争取把共军消灭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 为座 贺主任他不同意刘湘的这一提议 为什么 他说杨森和朱德很早就认识了 刘湘又想在大渡河边看一场 杨森消灭朱德的好戏 他还想借此机会告诉我 四川只有他靠得住 我干嘛不顺水推舟做这个人情啊 为座英明 英明 但愿你能明白 中央认为 子尊议会以来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 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指挥艺术 同时呢接受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继续北进北上大渡河 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行动方案 下面请泽东同志谈一谈他的进一步想法 啊 从惠里到大渡河 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呢是从西昌到成都的大路 另一条呢是经免宁过宜区到安顺厂的小路 我和恩来老总博程商议啊 决定走小路 另外啊 蒋介石以殿立杨森向大渡河移动 并且在通往成都的大道上设重兵不防 老蒋任命杨森守备大渡河 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就是建议考察杨森的忠诚 并调动杨森拘杀红军的决心 这是司马赵之心路人皆知的事情 鉴于这条小路崎岖难行 而且还要经过语言不同的宜区 所以必须成立一个精干的先遣队 为大部队顺利前进 争取先机啊 下面我看就有老总啊 宣读一下先遣队的指挥员 好 中国军委成立一个 以刘伯承同志为司令的 以聂用真同志为政委的先遣队 为保证先遣队 逢山开路御水驾桥任务的完成 特派萧华同志带一个工作队 归属先遣队的建制 为了阻止川军流向索部南下 侧应一方面军北上 是不是请四方面军的同志 立刻回石西进 在川西北打上几仗 嗯 很好啊 可以 好 会礼会议开得很好啊 会上大家都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统一了认识 会后啊希望大家不要被包袱 轻装上阵 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 准备北渡大渡河 主席连日开会 他刚刚回来 胡班长 你还认得他吗 他不就是在遵御入伍的干人吗 就是他 你带他来找主席有什么事啊 是这样 洛博同志说就要过遗族区了 问我能不能给主席找一个向导 这不我就想起干人来了 找来疑问哪 还真巧 他竟有二分之一的遗族血统呢 真的啊 是真的 快请 走 干人 你怎么会有遗族血统呢 我娘是汉人 因为家里穷 卖到一家当佣人 一家的主人看上了我娘 她就是我的父亲 后来我父亲死了 她的大老婆就把我们母子赶出了大门 我娘就成了干人 她是靠着要饭把我养大的 后来我们要饭要到了尊义 一个有钱家人的狗 要咬我娘 我就打死了他们的狗 她就把我送进了大狱 结果我们打开了大狱 你就来参加红军了 干人 我领你去见毛主席 走 听声啊 就知道是刘英来了 主席 你要会说一粟话的向导 我给你找来了 真是踏破铁蝎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毛主席 干人 她就是送给你娘银元的毛主席 毛主席 让我好好看看您 有什么好看的啊 都是两个眼睛一个嘴巴吗 您您是菩萨转世的大好人 大错特错了 我是个专跟菩萨我不去的人哪 不过我的心哪 是跟受苦人连在一起的 那您就是活菩萨了 你啊 会说一话 当向导 你是红军的活菩萨 在这儿 我成荣真 荣真 主席 辛苦了 这就是我们的娃娃司令 萧华吧 报告主席 我就是萧华 多大年纪了 报告主席 红军转移突围时 年满十八岁 我想到十九岁的时候 红军战略转移 就该结束了 年轻的预言家 但愿你的预言 能够变成现实啊 是啊 实事造英雄啊 不要怕自己年轻 不成啊 看 汉朝大将霍雀病 就是在这个年龄 击败匈奴 擒鱼的嘛 是 当时还授封冠军侯 不成啊 您应该明白 朱熹为什么点你的将 让你和容真统治 当此先行官 我和容真都是四川人 早年在这儿 我在川南川西都打过仗 熟悉这一代的人文地理 不成啊 敌人 不是常把你比作 红军中的一条龙吗 这次 北上当先行官 一定要制服川中那些 大大小小的地头蛇 我努力为之 不 是一定要为之 说什么强龙押不过地头蛇 我就不信这个邪 我们的总司令 总参部长 还有容真同志 你们这都是 游出魁门的强龙啊 一定能够押到刘湘 刘文辉 杨森这些地头蛇 托主席的吉言 我们争取做一条游回四川的强龙 不是托我的吉言 这是历史上的经验之谈啊 我曾经跟老总说过 古人道 川人如不出魁门 中南成大器 充其量啊 不过是个蜀中皇啊 是啊 唐代大师人李白仗剑出川 忠诚师贤 近代的邹荣 如果不出魁门 也不能成为 推翻满清朝廷的革命军中马前卒 是的 那时候啊 你就对我说过 外疆人入川 可造成大业 并举出 刘备入川 忠诚鼎足 杜甫入川 忠诚师胜 加以佐证 而现在呢 我红军途川北进 既有你们这些 走出魁门的川中蛟龙 还有我们这些外将老 制服川中那些 大大小小的地头蛇 可以说是上映天理 下映明心啊 上映天理是对的 可这下映明心 就难说咯 主席是担心过遗族区 受阻吧 至我者博承也 我出去给你过遗区的锦囊庙记之外 今天我还特意给你请来了一个 会说遗族话的干人同志 到 守着好 欢迎 贺大姐 主席在那儿呢 来我掺着你 小心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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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使不得啊 这要得罪刚毕自拥的官老爷 难道他还会生气险盛 阻挡我们红军过遗族区吗 完全有可能啊 你怎么也迷信起来了 这可不是迷信哪 刚才我站在官老爷的神像前 我就想啊 当年刘备屠川 诸葛亮执行了民族政策 七秦七宗遗族的首领孟霍 所以啊 这官老爷 在遗族地区就有了香火 眼下我们红军过遗区 会不会比诸葛亮更高明一些呢 这官老爷 这官老爷 我们红军学的是孔明路线 官老爷应该保佑我们 那就托子贞的福了 我相信 京城所至 今时为开 报告主席 大事不好了 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们的先遣部队和工兵被遗族同袍给抓起来了 双方动武了吗 就是因为执行了不准动武的命令 我们的红军战士才被绞了蟹 还当了俘虏 这个俘虏当得好 当得好啊 什么 还当得好 我们的俘虏们 还被扣在遗寨里吗 不 全都给放回来了 没想到啊 我们的遗族同胞也学诸葛亮 一勤一纵红军的 来来老总知道吗 知道了 就是他们让我来请你过去的 行 咱们去看看那些 干做俘虏不打枪的人 紫镇大姐你可不能去啊 为什么 反正你不能去 为什么 咱们的那些红军战士 被那些移民全都扒光了 人呢 原来就在这儿吗 首长来了 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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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同志们啊 不要害羞嘛 不要捂着藏着的 人类这点秘密 在周虎殿的时候就清楚啊 报告首长 由于按照您的锦囊妙计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脚枪也不动手 所以被夷人扒光了衣服 给红军丢了脸 请求处分 不但不给你们处分 我还要给你们继工啊 因为你们跟遗族同胞 上演了一出赤诚相见的好戏啊 将来说不定还要写进书里去呢 好 同志们 刚才我已通知后勤部门 立即让你们更衣吃饭 然后跟着先前队 再过遗族区 那要是他们再把我们的衣服呢 我以总司令的名义 再发给你们新军装 要是再被拔光了 我就再给你们发 主席 我这个向导没当好 你这个向导当得不错呀 你的衣服怎么没被扒光啊 不是 开始他们把我的衣服也扒了 不过 他们看了我袋子里的护身服 就把衣服又还给我了 你这里边装的什么宝贝啊 主席 我 我尊重你的信仰 只要你们不开枪 一族同胞 还会放你们回来的 解散吧 是 不许啊 我担心博晨同志他们 会不会也出现这种尴尬局面 这就看诸葛亮 能不能险胜保佑咯 一族同胞们 我们是共产党 一族同胞们 我们是共产党 是红军 和国民党的官兵不同 我们是红军 和国民党的官兵不同 希望一族同胞和红军联合起来 希望一族同胞和红军联合起来 打倒压迫人民的汉族官僚 打倒压迫人民的汉族官僚 打倒七五人民的军马 打倒压迫人民的军马 打倒汉人财主 打倒汉人财主 我们和一族兄弟织一家 我们和一族兄弟织一家 云总织一家 始终二家 育人财主 和理财主 就走 我离财主 走 我寻找我 和俠人财主 你还可不可以 不会是 请刘司令进来 是 打倒汉人的财主 打倒汉人的财主 我们和遗族 刘司令 同人要见您 好啊 走 走 小叶丹 刘司令 多有冒犯 来来来 请 不不不 义汉师兄弟 我们理应平等吧 来 这边来 坐坐坐 刘司令 坐 刘司令 听说你们 要打刘文辉 还主张遗汉平等 你我本来就是同胞兄弟嘛 那些欺压移民的汉人 是你们的敌人 也是我们红军的敌人 今天一见刘司令 我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如果刘司令不嫌弃我小叶丹的话 我小叶丹 愿与刘司令 结议为兄弟 好 今天 你我结为兄弟 就是要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 好 刘司令说得好 杀鸡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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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有天 下有地 我刘伯承和小叶丹 今天在海子边结一位兄弟 如有反悔 天诛地面 我小叶丹 今天与刘司令结为兄弟 如有三心二意 如同此机也要死 我们是好人的 好 国城这条游回蜀国的强龙 真是足智多谋啊 他搞的这个以海结盟 我看啊 你诸葛亮当年七秦七宗梦惑 要高明多了 是要高明多了 现在红军大部队 不仅能够顺利地通过姨族区 而且姨族同胞们 还主动地给红军当向导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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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很穷 可我们红军 也是饥寒交迫 就是节衣缩食 也要解囊相助 是不是 对 好 毛泽东真想从安顺场 偷渡大渡河吗 美座的意见呢 如果毛泽东想通过安顺场 他应该先攻占福林渡口 然后出骑兵占领安顺场 可他现在却堂而皇之地 向安顺场前进 就其常理而言 毛泽东他应该知道 施大开在安顺场失败的原因 而现在是五月到了雨季了 而且大渡河上游的血 开始融化了 难道他是想借攻打安顺场 进行声东击西 我们也不傻 我们的算盘 也不是他们随便就能打的 燕主任 从安顺场到福林一带川金布防怎么样了 驻防大渡河的部队 主要是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 其第四旅在左 守卢顶桥一带 第五旅在右 守安顺场到福林一线 另外据报 杨森还有两个团 也在大渡河下游驻防 马上联络刘湘率领川金主力南下 歼灭诸德毛泽东在大渡河 是 伟座 刘湘来电 言成徐向前所部 突然渡过嘉陵江 连克江游 茂名等县 把川西北搞得就要变颜色了 那下去吧 是 就是没有徐向前所部的姿势 这个刘湘也会找出其他的理由来 刘湘啊 你还有什么意见 伟座亲自拟定的计划 已经很全面了 为防万一 我建议在大渡河南 实行兼蔽清野 你去执行吗 是 我是四川人 在很小的时候啊 就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石大开 帅部到达安顺之后 就在当天 把部队渡到南岸一万人 那天天很晚了 石大开他认为 兵分两岸 这样不好 所以呢 就把渡过去的一万人 接回了北岸 第二天呢 他的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 全军庆祝三天啊 就在这期间 河水暴涨 清兵赶到 再加上当地的移民反对 石大开是走投无路 只好自负旧行 全军覆没 这就是太平天国 石大开兵败安顺场的故事 可是啊 我们红军不是石大开 主席 我们红军 喝点水吧 一定能够胜利地过过 中部主席 水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来啊 薛福城写的庸安文曲编 看过吧 上面书巨寇 石大开旧行事 从蒋介石头的传单来看 他一定看过这本书啊 蒋介石自笔 乡军的祖师爷 曾国藩 把我们红军 逼成石大开 扬言要在大渡河消灭我们 薛福城 是个御用文人 他书中所写的真实性 他是要大打折磕的 言之优理啊 毁宝 College 帮助 刘洛 ک不吝点赞 我们下车